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又不能啥也不动 对不对 所以为了交差这个股市就是一天涨一天跌 一天涨一天跌 澳洲股市基本上之前都是跟着美国 这也导致澳洲最近也是失去了前进的方向 那么和美国和澳洲这种无理头或的说是抽风式的表现相比 日本股市确实在最近欧美发达国家中表现最好的一个 没有之一 它就是最好 在我们印象中啊 这日本的股市和日本的经济一样 一直呢 似乎都是停留在当时辉煌的90年代中期 是再也出不来了 这是不是难道说是日本的天照大神突然显灵 帮助日本股市出现奇迹了呢 知道呢 这开个玩笑啊 天照大神肯定是没有显灵了 但是 全世界股民心中的股神倒是帮了日本一把 在上个月2023年 巴菲特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呢 他特别点名说到呢 他本人非常看好日本股市 并且呢 也会继续加仓来投资日本的上市公司 因为他觉得和美国的同类企业相比的话呢 日本的企业的估值明显要低很多 换句话说呢 他认为日本股市被低估了 那么为什么巴菲特在2023年突然会说到日本股市被低估 那么之前的30年 怎么从来都没说起 这一话呢 我们就要先从日本企业的特点说起 我们或多或少呢 都应该看过日本的电视剧 或者是听说过一些日本的一些企业文化 一般来说 日本的大企业很少裁员 很多员工会从刚毕业进去 一直干到退休 那所有的员工在我们印象中呢 都是呢 黑色的西装 白色的衬衫 然后呢 输一个分头 给人的印象呢 就是严谨 但是刻板 我记得很多年前大学老师还特别说到 日本大部分的普通员工的收入和他们的年纪是成正比的 如果你在30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平均一个月就是30万日元 到40岁一般就是40万日元 到50岁的时候呢 就变成了50万 那么这也说明呢 日本很多企业的员工 相对在一家企业的工作时间都会比较长 这样的好处就是呢 离职率比较低 忠诚度很高 但是企业从另一方面来说 它内部呢 相对来说就会追求稳定 而且呢 会比较保守 论资排备会比较严重 也就是通常我们会说到的 会患上一些大企业病 其实这样的病呢 在很多日本的企业中我们都可以看到 当然了 日本有很多百年 甚至于200年以上的企业 这都很值得全世界 咱们同行来学习 但同时 这些超过百年的企业呢 在过去的50年中 排名前几名几乎就没有变过 基本上就是那最大的五家商社来把持着日本几乎所有的制造业 我们印象中除了日本有一个这个软银 就是投资了阿里巴巴 还有乐天这两个比较知名的互联网金融企业以外 几乎就没有什么太过于知名的互联网企业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日本文化 强调的是稳健与保守 相对于欧美比较激进的企业呢 那形成了完全是不同的商业环境 那么问题来了 当市场活跃 融资成本低 消费者愿意消费的时候 比如疫情之前那段时间 恰恰是欧美激进型企业发展的高峰期 那包括中国很多互联网和新能源企业在内 大量的激进型企业依靠的低成本的贷款 获得了很多的发展机会 而那个时候日本大部分的传统企业呢 则没有大举借债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日本从90年代开始进入停滞之后呢 其央行的利息基本上就等于零 换句话说 日本企业在过去20多年中都处于低利息时代 甚至于是零利息时代 但是即便是这样 也没有看到个人消费或者是企业贷款有明显的增加 所以欧美股市包括很多新兴股市 在美元这个利息低的时候呢 它的市值是远远超过日本同行几倍 甚至于几十倍的 那个时候我记得巴菲特股神爷爷可没有看好日本股市哦 到了2022年 美国开始加息之后呢 其他的欧美国家也纷纷开始加息 这就导致呢 很多互联网和新兴的科技企业哀嚎不绝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大部分呢 都是用的是前期烧钱模式 烧钱亏钱 但是带来发展 只要发展速度足够 只要上涨足够快 贷款就不会断 新一轮的融资也不会断 那然后呢 利息高了 利息高了怎么办呢 利息高了之后发展增长就慢 增长一慢 融资就难 融资就难 股价就跌 股价一跌 融资更难 那么相比较这个时候 日本的企业 就是因为之前的保守和稳定 追求现金 等等等等这些优势 换句话说 如果把欧美企业和日本企业 比作是龟兔赛跑的话 那么在美元低利息的时代 就是兔子跑得比较快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 没有人会关心乌龟在哪里 那个时候肯定是落后的 可是一旦美元的成本高了 欧美那些高度依赖融资的企业 就会面临资金链的问题 这个时候 日本企业的优势就出来了 当然市场为了包装的更好看 就会用到什么 回归价值投资 日本企业被低估 或者说 日本企业现金流充足 因此更能抵御风险 等等不同的原因 反正要说它好 可以找出千万种理由 当然很多也是事实 我们要尊重 但是其实日本企业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特别是在现在 这个优势非常大 就是相对于欧美国家 4到5的标准利率来说 日本央行的日元利率 依然是负的0.1% 也就是说 日本企业绝大部分 可以用2% 甚至于低于2%的贷款 来获得融资 所以我就奇怪了 从90年代到现在 快30年 之前怎么都不说呢 日本企业文化的保守 又不是最近才形成的 30年前就是这样 所以就说白了 还是那句话 就是时事造英雄 时代的趋势 是根据当时的需要 来打造英雄 那么日本的上市企业 以及所代表的日经225指数 就是在当前 美元高利息时代中的英雄 所以从长期来看 只要美元高利息 目前还降不下来 那么日经225指数的上涨 理论上就不会停止 其背后最大的原因 还是日本企业 可以用相对于 低于欧美超过4%以上的 这个便宜的贷款 来获得资金的一个优势 所以呢 最大的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 日本央行目前依然是一个 官方利率还是一个负数 所以相比于投资 美国和澳洲等等 已经利息比较高的地方 选择购买日经225指数 也是在美元和澳元高利息时代下 靠着利息差来获得收益的 另一种投资方式 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更多的信息 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内容 喜欢我们节目 记得三点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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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